吃得真舒服 撑死了 阿姨 您要喜欢吃啊 等以后再来 谢谢 谢谢 小姐 您需要点什么 给我拿份果盆 然后把单子给我拿过来 我签它 好 请稍等 怎么哭呀 你在这儿吃饭不小姐 我呀 签我爸名就行了 我爸是这儿的最大股东 那就是说你在这儿吃饭可以白吃 也不能这么说吧 不都说了吗 是最大股东 这儿啊 就跟自己家似的 我看你啊 再有钱也得节约 你家那夜大了 浪费是最可怕的 你说是不是 知道了 阿姨 对了 又是这几个菜给我打破 你看那鱼还没吃呢 行行行 没问题 阿姨 你爸说不让签单 还说让你回家 谁说不让呢 你爸 那你经理我叫回 好 请稍后 怎么了 姑娘 有问题啊 没事 阿姨 一点误会 您先吃水果先别管啊 不会有事吧 不会的 不都说了吗 这儿跟自己家似的 没事 别担心啊 大小姐 这是人走的意思 没事 没事 我来付 我来付 多少钱 二百多块钱 没事 不好意思 是两千二 两千二 不是 这是金子做的 我没听错吧 我 哎呀 两千二 打劫呢 我在买吃什么 两千二 给我爸打电话 我已经打过了 再打一遍 好好好 喂 任总 喂 喂 爸 我在海鲜城呢 你把账先给我结了 不行 你先把账给我结了 我再回家 你先回家后结账 喂 喂 喂 出去 出去听见没有 是 是 阿姨 阿姨您看 要不您先把我把钱垫上 回头我再还您 我哪有那么多钱 那您带多少钱啊 我带还不到三百多钱啊 那我们把金波叫过来吧 你别找金波啊你 金波他没有钱 金波钱都在我这儿呢 那不你看了你找别人吧 金波哪有钱呢 行 我知道找谁了 那你找谁啊 阿姨真不好意思 我今天真的是想好好请您吃顿饭 但是出现这个情况 你说我 钱的 阿姨 小嫂 你怎么了 那小嫂速度快快了 我没带多少钱刷卡行吗 您今天怎么把小嫂叫来了 阿姨 我跟您说 这次这事情纯属意外 我保证将来不会再发生了 好吗 这不合适啊 没事 小嫂房东嘛 我的事就是金波的事 金波的事就是小嫂的事 是吧 小嫂 再说我将来要还她的 金波的事跟小嫂有什么关系啊 田田 你是金波的女朋友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再说这顿饭应该小嫂出吗 小嫂是个小保姆 能挣几个钱呢 那怎么办呀阿姨 您没钱我没钱 金波也没钱 那我们在这儿不走了 没事 阿姨 多少钱啊 两千多嘛 阿姨 在这儿等着我 我刷卡去 好 我哪儿是哪儿 不是 阿姨 密着 快走 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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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快万万说吗 大人啊 我告诉你老太婆啊 你们俩别护着她 信不信我连你们一块儿揍 干什么呀 别打老人 打老人 一小三吃到我姐 反了天哪 好人这么想过了是不是 你大白真平是不是打着呢 你大马露手 为什么打着呢 我告诉你 你再打人我就报警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他抢我老公 他做小三你知不知道 我十几年的婚姻了 我儿子都有了 这个狐狸鸡 这个乌鸡来了 他要拆散我的家庭 我打他 我打他 我打他算亲的 我告诉你 你再敢动我老公 我杀了你 你给我再开 走 快 你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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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他就他 你出边 快 快 你干嘛 你干嘛 不然你没回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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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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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滚开 来 行 行 快走 滚开 散开 天天 怎么回事 你管我 你是我儿子的女朋友 我要问哪 我当然要问了 还轮不到你个老爸我母来管我 你 爹 我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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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在那儿 阿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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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金波 你不是给我订了一间酒店吗 你告诉我在哪儿 我现在就要去 没事到那儿再说好吗 来 阿姨 你生气了啊 你说这个人造成这样 你能看出来吗 她是个女骗子 对了 得告诉金波儿一下 让金波儿知道啊 她是个女骗子 我得去 阿姨 阿姨 我去 我去 我去找她行吗 我去吧 得赶紧告诉金波儿啊 是 我去 我去 我儿子还不知道呢 你说这儿 让她骗得你真是的 金波儿太老实了 太老实了 结果呢 就这么一个女骗子给骗了 真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真是的 阿姨 您坐一下啊 阿姨 阿姨 金波儿啊 她现在上班呢 我去找她也不合适 你别想那么多 她不是我多想啊 人家要不找上门来 我根本不相信哪 你说这么漂亮亮的一个姑娘 怎么干这么不要脸的事呢 你说 破坏人家的家庭 第三者插足啊 你说人家骂得多难听啊 我都有点受不了了 她 可没事似的 你说这叫什么人哪这叫 是是阿姨 你别生气别生气 为了这样的人 气会身体不值 是不是阿姨啊 你说金波儿 怎么找了这么一个人呢 他不想让我活了你说 真是的 金波儿他一定不知道阿姨 回去我告诉他 好吗 你说吃饭 两千块 两千块呀 这金波要跟了他 得受多大的罪呀 你说说 她对那个服务员 那个厉害 那个凶啊 她还说什么 她是有地位家庭出来的 小嫂儿 她真不如你呀 孩子 你真好 心好 一个电话你就过来了 你还替她交了两千块钱 要我 我才不干呢 你说她不还你怎么办呢 再说了 你也不是她的银行啊 阿姨 你别哭了阿姨啊 那还不是因为你吗 要不是因为你我才不来呢 小嫂儿 你真好 要说 你和金波儿最合适 可是 你是个小包姆 你刚才听见了没有 她说我 你跟老包姆 论不到你乖母 你听见了 对吧 你知道阿姨是老包姆了吧 阿姨 我早就知道了 啊 金波儿告诉你她 包姆只是一个职业 不丢人 不是啊 我是个老包姆 我儿子在找个小包姆 我们家里都是包姆 那村里人还以为我 白活了呢 对了 小嫂儿 刚才她突然你没伤着呢 爸 我没事 阿姨 你回去休息吧 不是 我得找金波儿啊 晚上 晚上我告诉她 一定啊 嗯 好 这个孩子 这个傻呀 我告诉你小嫂儿啊 我不在身边把着点 还真不行 你说 金波儿啊 说起来 这孩子太老实了 太老实了 太老实了